接下來要上一個重要的內容 叫做打點氣磁器 就是我們做實際要用到的東西 就是 這個是照片 打點氣磁器 有一個會槍槍槍槍 打點的東西 然後底下會有電影有副鞋子 然後還有一個紙袋 讓你把那個副鞋子的痕跡打在那個紙上面 就是這樣子 穿過去上面有副鞋子 只要敲敲敲敲 上面就會出些點邊 點邊 然後就用手去拉他 因為我要慢運動 叫做打點氣磁器 這是一個動畫 沒有 敲敲敲敲敲敲 打開就看到一些點邊對不對 然後呢 第一種問題是 根據這些點邊的狀況 請你判斷他在做什麼運動 如果上面加上數字 就可以請你做計算 如果有數字 就可以做計算 沒有數字的事情 你看他做什麼運動 看他做什麼運動 OK 好 我們如果平常的時候跟你講說 我們打點計時器 每秒打20點 你意思就是說 兩點之間的時間間隔是20分之一秒 打點計時器的keyword 重點 關鍵就是 兩點之間的時間間隔一樣 兩點之間的時間間隔一樣 我是每秒20點 每兩點時間就是20分之一秒 20分之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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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間隔是相同的 未來打點計時器 可能不是用圖 是一個表格畫給你看 那還是一樣 時間間隔一樣 然後有一個不同的數字 就會出現 好 好 兩點時間間隔一樣 所以他因為他有一個規律的變化 所以他也可以當作計時的工具 好 計時工具 兩點之間20分之一秒 總共五個間隔就20分之五 這樣子 然後呢 剛剛講過一個重點就叫做 根據點邊的分布 請問你他的運動狀態 加上數字就可以做計算 加上數字就可以做計算 來 這做啥運動 沒有 現在打在這裡 等一下也打在這裡 然後還打在這裡 一直都打在這裡 那這個做什麼運動 不動 就叫做靜止 這樣呢 這樣呢 這什麼意思 這表示在相同的時間 會走過相同的距離對不對 那他做什麼運動 做什麼運動 等速度運動 我們會講速度 是因為我們認為 我們是朝同一個方向拉 我們的運動方向是 一樣 所以我們說是等速度運動 下面是要注意 上面這個 最上面的指帶運動方向 你要知道是向左拉 還是向右拉 因為你知道是向左拉 還是向右拉 你就知道左邊是第一個點 還是右邊是第一個點 這張我向左邊拉 那左邊是第一個點 還是右邊是第一個點 我向左拉 這個點是左邊第一個點 還是右邊是第一個點 左邊 左邊是第一個點 那這樣的運動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什麼意思 那運動會怎麼樣 比如說是越來越快 還是越來越慢 還是有等速度 還是不動 那應該是什麼 越來越快 為什麼 你見得越來越大 大 那這樣子叫什麼意思 就見得越來越小 這代表什麼意思 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所以它就這樣越慢 這叫做 根據點點的分布 你知道它做什麼運動 剛才講了 如果加上數字 可以考計算 就是第一個打點計時器 跟它點點的分布 所顯示出來的運動狀態 有種既然是最好的 太陽 你